还有啊,说这个明恩这个人呢,非常的吝啬,每天上朝啊,这怀里啊,就揣着两枚鸡蛋糕啊,作为早点 这下属就说了,说这王爷您吃这个干不干啊,这王爷说没关系啊,说拿水冲吧冲吧也就行了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要结束一个专题,哪个专题啊,就是这个定金王明恩的专题 其实啊,了解我的好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一个亲王的专题为什么讲这么长啊 哎,他不是广讲这一位王爷不是啊,咱们不是还讲了这个,哎,明恩的哥哥 明德是如何被这乾隆皇帝消绝的,咱们还烧点手的,讲这个明德的这个釜底啊 的前世今生,这最为关键的呢,咱们前两番啊,又讲了讲这个明恩 在这个嘉庆八年的时候,是如何在这个玄武门,哎,不是后来啊,改成叫做神武门 神武门救驾的,这不今儿个吗,咱们就来到了这个明恩王爷的最后一集 咱们要总结一下,这明恩王爷这人怎么样,哎,不是还说了吗 咱们再烧点手的,说说这明恩的福底 这清代啊,有这么一本书,叫《孝廷杂录》,是谁写的呀 是这个以格李亲王啊,爱心觉罗昭连写的 当然了,这个昭连呢,他也不止写过这么一本书 他还写过呀,这个李辅志和孝廷叙录 并且呢,个人呢,还出版过诗集 书名啊,叫《惠孙堂尽存草》 昭连这人呢,哎,他这个性格不好 据说年轻的时候挺暴虐,经常啊,虐待自己的这个家奴院工 所以呢,后来就被人举报,皇上啊,就把他隔绝了 哎,从这个亲王爵位上隔下来以后啊,他倒安心了 一不纳心的就写书,不过呀,连想也能想象的出来 在他笔下呀,这些王公贝勒、龙子奉孙们啊 哎,所有人的行径啊,没有太好的 在他的书里啊,是这样介绍明恩的 孝亭杂录卷武上说 宫太王,冒奇袖,元壁善舍 马,皎洁如飞,举止 祥斩,躯呛有劫 高宗爱之,若冠 继领火器营总领 凡五十余年,年七十 红,金商镇道 亲往祭奠焉 您瞧啊,这是孝亭系度里边啊 哎,对这个绵恩王爷说的好话 不过呀,这还不算完 这里边啊,还有这个褒贬的话呀,咱还没交代呢 之后啊,他又说了,说这个绵恩呢,表面上啊,看着还行 实际上呢,他是个草包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这个绵恩呢,不惜正体 这个下边人呢,上他奏势的时候,不能抛弃分析的看这个事情 所以说呀,就让很多这个人钻了空子 有一个护军头子呀,叫赵吉玉 给他装修花园子的时候啊,没少贪污他的钱 说写到这儿的时候啊,这李亲王 招连还拉了一个点 他说呀,绵恩现在这种情况,招这个皇人殆尽呢 完全是有这个储宾,鄂山之讽 这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储宾呢,就是当年啊 张居正,哎,受这个朝廷的信任 鄂山呢,就是说这个前朝啊 延松受朝廷的重用 后来这两个人呢,都没落下好下场 不过这一点啊,这写书人呢,完全是看错了 就因为这个绵恩呢,哎,重用小人 被小人蒙蔽,所以说这个火急营的兵丁啊 对他们呀,是恨之切齿 还有啊,说这个绵恩这个人呢 非常的吝啬,每天上朝啊 这怀里呀,就揣着两枚鸡蛋糕啊 作为早点,这下属就说了 说这王爷您吃这个干不干啊 这王爷说没关系啊 是拿水冲吧冲吧也就行了 还有呢,这个王爷呀,确实是比较昏庸 怎么讲呢,说这个王爷呀 有一次看这个王允议剑 哎,当然这是一出三国戏了 他就指啊,这个台上这个大白脸是谁呀 这侍者就小声的告诉王爷了 说这个是曹操 这王爷就记住了 有一天呢,又看戏 这台上演的是明朝的事 这里边啊,也有一个白脸的奸臣 叫赵文华 这王爷指着台上啊,跟旁边人说 说你看啊,这个曹操啊 这个奸诈的状态呀 真是让人可笑 实际上这王爷哭半天呀 还不知道谁死 看了半天戏呀 还不知道演谁呢 所以说呀,这些事啊 都被这个大伙作为笑柄 哎,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呀 这个笑亭叙录里边 昭连说的这些王爷的弊端呢 实际上在现代人眼里看啊 倒也没什么,这每天早晨吃鸡蛋糕 哎,作为早点 这节俭难道也错了吗 看戏呀,不分人物 只能说明这王爷平时心没放在这上边 人家九门提督的差事 和这个火器营的差事做得好 不就完了吗 再者说了,受了坏人的蒙蔽 他坑的,也是王爷自己的钱 又不是火器营的钱 你外人生的昭气吗 你们,由此也可见呢 这古人认为的很多不堪的事啊 我们今天人在眼里边看着 倒不算什么 不光如此啊 这王爷身上啊 还有笑话呢 这王爷啊 在做九门提督的时候 哎,突然有这么一天啊 前门外的这个巴的胡同着火了 您想想过去的房子 哎,包括现在啊 您去北京看这四合院 它是一间挨着一间 一锁,挨着一锁 一旦啊,有一间房子找起来啊 如果铺就不及时 那么就会连了踪 于是那天啊 这火势可就越来越大 仗着点西北风啊 这火一下子就连成了一片 这棉安作为地方最高的 这个治安长官 驱马啊 就从九门提督府往火场赶 巧了 一进陕西县啊 这时候陕西县里边 有一个门子 说白了 就是个风月场所 里边呢 豢养着这么二三十名的姑娘 好家伙子的 一看这个火起啊 这二三十个姑娘 再加上里边伺候的丫鬟 换使的老妈子 稀里呼噜啊 出来百十名女眷 这王爷一看 跟旁边人说 哎呦 这是谁家 有这么些老娘们啊 这女眷可够多的呀 哎 这句话呀 它也成了这王爷的笑柄 被传开了 其实 这王爷眼里不识巨女 这不是好事吗 说明这王爷呀 他身正 不怕影子歪 哎 这小故事啊 出在这个清代的 仪式大观里边 您要是有兴趣啊 可以亲自去翻翻 您看啊 这定亲王一门 除了是清代这些 铁帽子王之外啊 是传下来 剖析最多的王爷 哎 算上这最初的 这个定亲王啊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 长子永皇 哎 追风的啊 应该是四位 这里边啊 是绵安正来的爵位啊 我觉得就有两位 一位呢 就是绵安自己本人 他原来可不是亲王 是郡王 是靠自己的功勋本事 晋升为的亲王 而且他的儿子 这个定端君王 一哨 也是啊 因为爸爸的功劳太大了 所以才蒙音到啊 这个道光皇帝 跟他说了 说这个你啊 在习王爵的时候 就不用降级了 可以执习亲王爵 并且啊 这义哨在王爷爵上啊 做的也不错 后来这道光一死 成了突固大臣 在他轰事以后啊 习爵的时候 也没降爵 让他的儿子 宰权 习成了亲王爵 这还不算完呢 人家还出郡王呢 这个宰权是亲王啊 所以说他的儿子 朴旭降级其成 他也是个郡王 要说这个王爷 人家一共有五代 哎 尽管最后一代 也是郡王 再往下传 那可就是这个 背了 背子了 哎 这背了背子以后啊 就完了 哎 就民国了 那咱们如下这点时间啊 咱们要强调啊 这王爷有意思的 这水定亲王府 哎 这定亲王府在哪啊 前面啊 咱们交代了一下 哎 不过不太细致 我这啊 给您详细的说说 这定亲王府啊 在现在的西四南大街 刚瓦市以东 奔赏胡同的以南 全府战地面积啊 四十余亩 西墙啊 好人 就是现在的沙锅居 往东呢 您可能不好找 哎 在九三学社 王府里啊 一共有这个房子四百余间 在这王府里啊 还设了很多机构 您像什么 回这房 管事处 买班处 庄园处 回事处 等等等等 负责这个管理 财政 征收地租 跟班分配 等等等等 现在九三学社 剩的办公房啊 保留的算是比较完整 是这个王府的东半部分的遗留 那这王府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哎 这话说呀 到了光绪年 光绪二十六年 那一年呀 这里边要住的啊 那就是定君王 普绪了 这普绪呀 这王爷活了八十好几 这人可真正是一个享福的王爷 虽然呢 没有什么大的功绩 但是这人有一特点 时不时的就开周厂 经常啊 把这个钱粮啊 这个米面呀 送给穷人 哎 您看啊 跟现代人眼里呀 这呀 比那个 有那个战功卓越的王爷呀 那还要强很多 不过呢 在古人眼里呀 这就属于是 蹄龙驾鸟的落得帮子 这君王爷呀 还有一个大特点 就是不哀上朝 没怎么进过紫禁城 你这一步值班去呀 那就得罚钱呢 哎 罚你就罚 这君王有的是钱 他为什么有的是钱呢 说实话呀 自打民恩开始 这几代亲王下来呀 就好赚个钱 咱们既然呢 没有时遭的证据 说人家家是大贪官 所以说 咱们只能认为 人家这个钱呀 是父子几辈子 好来的 所以说呀 到了这个普序 这辈子上啊 就躺着花也吃喝用不尽 哎 这王爷呀 还就真躺着花 这什么新兴 什么好玩买什么 有一天啊 他进不住村的 他听说呀 这个洋人有这么个东西呀 很有意思 很好 叫什么呢 叫保险柜 说这个东西呀 铁做的 把什么东西放在里边啊 哎 没有这个密码子呀 是打不开的 于是这王爷就托人呢 在东印度公司买了一个 好家伙 他这保险柜 可真是个柜子啊 不像咱们家 现在用的这个 哎 打不计呀 叫个保险箱 他这保险柜呀 可填处地的 可是买回来呀 把他忘屋子的一放啊 没过几天 这王爷呀 哎 把这密码就忘了 和这个硕大的保险柜呀 打买回来开始 哎 就从来没打开过 并且呀 这王爷的脑子呀 算是死了把了 是越想啊 越想不起来 有心想找这个东印度公司的洋人问问吧 哎 这王爷呀 又摸不开面 于是就把他放到一边 哎 可是转眼啊 就闹了义和团了 这王爷他也怕呀 他怕呀 给他脑闷子上啊 贴这么一个二毛子的标签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府里呀 哎 当不当 正不正的 就放着这么一个洋人的玩意儿 那有人说 那王爷也怕这个吗 好家伙咧 老佛爷慈禧呀 都亲自接见了义和团的大师兄 并且呀 还赏赐了御业 别的人 他能不害怕吗 于是这王爷就说了 赶紧吧 咱把这东西啊 处理了了事 哎 弄哪去呀 就在这个王府后花园啊 刨了一个大坑 把他呀 给埋了 又过了不多的日子呀 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了 这王爷呀 举家 逃到了这个昌平 昌平哪啊 昌平他们家坟地呀 那儿避蛋去了 这法国人多鸡贼呀 专找这大宅门进 哎 一听到是王府啊 这法国兵 把这个院子就占了 驻军用吗 要说呀 这法国人呢 他确实爱贪个小便宜 这法军指挥部啊 住在这个 现在景山公园的 这个寿皇殿里 寿皇殿里的那些个 清代的皇帝 皇后 妃子 太上皇 皇太后的画像啊 全被他们抄家去了 您看啊 现在淡芬呢 有一个流失到海外的皇帝 皇族吧 画像 哎 正在某拍卖会拍卖 哎 基本上啊 都出自法国 这法国兵 占了王爷府 该拿该抢的 也都打包好了 这会儿啊 就有二毛子呀 跟这帮法国兵汇报了 说这王爷府啊 有一个聚宝盆 买个后花园了 要不咱们挖吧 这法国人呢 一听来了性质 这一挖呀 挖出一个硕大的保险柜 哎 这回法国人可精神了 他们认识啊 这不是什么聚宝盆啊 这叫保险柜 这里边啊 惹定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 然后呢 就鼓就来呀 鼓都去 怎么也打不开 对呀 王爷都打不开 你们能打得开吗 他没有密码不是吗 可是这法国人呢 他多鸡贼呀 他有的是主意 把这保险柜上 捆上了一个炸药包 有这么一天晚上啊 呼停北京西城 是一声巨响 哄咄 这炸药包一炸呀 带这个硝烟散去 这帮法国人把脑袋 伸过去一看呢 傻眼了 这里边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 只有一张啊 东印度公司 开的保险柜的收据 法国兵的头子 回来就给二毛子 撕个大嘴巴 一指鼻子说呀 这不是瞎弹子供分吗 你这个小子 胡说八道啊 哎哎哎哎 您别瞎带节奏啊 我这个不是咱们这个 这个地方话 我这是正经的法国伦敦纽约 柬埔寨口音 那么后来又有人说着王府闹鬼 是怎么回事呢 哎这事啊 其实也挺简单的 那得说呀 这时间也就到了1928年 那会儿这大清国都下线了 哎这个王爷呢 也就都落了牌了 这王府的人呢 过不下去了 哎卖完了东啊 卖了西 最后啊 只有啊 把这宅子押出去了 押给谁了呢 华北银行 也不能全卖啊 卖完了住哪啊 所以啊 只卖了西院和中路 那会儿的人呢 还普遍都迷信 这华北银行的人呢 也听说过啊 这所宅子 它多少的 有点不干净 于是呢 还专门请了 这个少数民族人拆除 你也知道啊 咱们有个别少数民族啊 在他们心里啊 只有一个神 所以说呀 这些神啊 鬼啊 怪的呀 哎 跟人家没关系 哎 这一拆王府不要紧呢 哎 这个大长冲就往外爬呀 这小个的呀 三四尺 这大个的呀 一仗有余 咱们上期不是刚讲过吗 这满族人的信的四个门 狐黄长蟒 广这个爬行客呀 哎 他们就信了两种 小的呀 叫长冲 大的叫蟒蛇 都是他们信仰当中的图腾 一来呢 是这王府啊 本来就是老宅子 二来呀 这民族既然信仰这 呀 这王府看样子是从来也没驱过蛇 不像什么汉族人呢 每年呀 到这个端午节呀 喝喝熊黄酒啊 往这个院阁外边 泼泼熊黄水呀 据说这样啊 蛇虫鼠蚁啊 都会避而远之 不过这熊黄酒啊 哎 您自个儿喝就得了啊 别给媳妇让着喝 哎 万一喝完之后 吓您一跳 哎 这够呛这个 得嘞 这个定君王绵安的故事啊 搁这儿啊 咱们算收了口了 您要喜欢听什么呀 您在留言区啊 给我留言 我呢就准备出来小片 哎 奉献给您 学徒我 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把我呀 推荐给您的好朋友 万一他们也喜欢呢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